针对中国传统节日 人员大规模流动聚集的特点 提倡市民群众再经过年 非必要不出京 非必要不出境 确保度过安宁的节日 我来自邯郸 大家都叫我苏散 今天我是医院的行政组织班 所以我会看一看 隔课是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需要我协调的 今年的话 就是疫情 全球疫情还没有得到 完全的控制 一个人在北京工作 其实还蛮想要家乡的 但是因为身为医务人员 现在又是特殊时期 家人蛮支持我的 所以我会坚守岗位 做好我应该做的这个 本职的工作 欢迎新年 欢迎新年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你有什么需要我 就叫我吧 OK OK, great especially that we are handling very young children my family always understood the life I will be living I think it's a very like also traditional this Chinese design and it's bright red yeah so I chose to wear this today today is the eve and we are working and we will celebrate here 我叫谢凯进 从河北邢台沙河市来 今年22岁了 最重要的是 把单跑好就可以 没有太多的约束 也比较自由 今天春节我就不回了 我们老家那会儿 疫情管控的比较严格 减少人员的流动 对,所以就地过年了 到晚上下班了 就回宿舍 和我们几个室友 打算吃火锅看春晚 喝了吗二十了吧 喝了吗二十 二十,我剩点装 好嘞 行,那我多让过来吃 喝完这个 行,过去吧 今天因为不回家过年 我妈前两天 给我打了个视频电话 最主要的意思就是 让我做好防护 不要工作的太累了 该歇会的时候就歇一会 买点好的 不要舍不得花钱了 我是2000年来北京的 从湖北来捏一会儿 先上来的老板 今天在炸小油条 这是我们过年 家家户户必备的东西 去年疫情我们可是难熬的一年 因为我们做的是湖北菜 别说进来吃了 人家一听说是湖北人 人就很怕的感觉 大概八月份 生意稍稍的有一点 回暖的时间 政府不提倡是就地过年 我们就是准备不回湖北了 就在北京过年 我们正常营业 下午给我们员工 我们家人一起吃个年夜饭 老人说回不去就回不去呗 那怎么办呢 回来你们要搁离呢 已经给他打电话 每次视频都给他们说了 就是少去人多的地方 戴上口罩 防控工作做好都成了 好了 拉上吧 我是湖北人 湖北校感的 在北京有二十年了 往年都回家 今年主要是疫情嘛 响应国家的号召 都提前在打电话 虽然说人不回家 但是这个家里的事 该安排也得安排一下 也得问候一下 就是思念呗 想呗 都每单消毒 打了接种疫苗 打了两斤的 这个网约车 接种疫苗 但是也是采取自软吧 今天大连三十了 我们在北京嘛 反正也是在家待着也没什么事 就出来 也是给自己增加一点收入吧 也是给北京 很多人民做点 利涉人体的奉献吧 我叫刘家伟 在服务组 已经工作三年了 今年的出现跟往年 确实不一样 往年的出现 我们是特别忙 人也特别多 今年往往人特别少 今年的出现 我要跟同事们和旅客们一起度过 已经有三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慢点啊 每天的工作就是为老幼病患 等一些行动不方便的重点旅客 为他们提供爱心服务 为方便他们能够顺利回家 看见别人回家 我们也心里开心的 虽然自己回不了家 我家就是疫区 吉林通话 我家里人都挺好的 让我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让我回去 祝你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对我的工作 一定要用心 要用爱 我家里人都会帮助 我家里人都会帮助 你帮助 我家里人都会帮助 我家里人都会帮助 咱们快乐 也会帮助 美国 如果我家里面 能去衛子 我会不会再帮助 那时候 是什么 在美国 如果我回回家 我会 loaded 病人或是病人的病人 你知不知道我的家庭很大 而且有何更多我希望看到他们现在 但跟所有的事情在世界上 它是比较来在北京 我是阿姨,我来自北京 I have been in Beijing for almost two years and that is exactly the same time that I haven't been home I just want to wish everyone a happy year of the hogs full of happy moments and smiles Enjoy life while you can. I think it's the best advice that you can give. Happy New Year Mummy my heart's with you. I know you're home watching the gala and I'll go home I'm very soon to join you. 2021 will be a good year for all of us 我来自湖北孝岗.今年30我跟大家一起来过2021年的牛年的春节 我来自四川成都 我妈有打电话来跟我说让我一个人在这边要好好过年 就感觉还挺想他们的 妈妈新年快乐祝您在家好好的 尤其是在搓麻将的时候一定要全胜 爸妈我在北京这挺好的不用很担心 我打算往家里边寄点东西 到时候你们收着就可以 这未来的一年可是希望大人了 希望疫情早日过去生意回南 今年过年我不能回家 但是爸爸妈妈你们放心 我们会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我希望他们平民安安 我希望他们平民安安 你们身体健康 然后开开心心每一天 以后等不忙的时候 希望能回家跟你们团聚 我希望他们平民安安 就是开心一点 为了这个目标 让我付出什么我都可以 来自湖北 今年在北京过年 我想对家里的哥哥说 新的一年祝您万事如意 少喝点酒 妈妈继续保持安全 我会再见 新年快乐 祝你们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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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的爱是不认为 身体的距离 它会永远的一样 不认为我们在北京 无认为我们的地方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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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